这就叫他齐玉吧 齐玉 我替朱齐玉给皇上磕头了 谢皇上赐名之恩 起来 起来吧 皇上 太子还不知道这事呢 要不我们把他一起叫来 大家一块儿高兴高兴 不必了 皇上 太子说 这段日子 您又不看他的折子 又不肯见他 他的心里啊 很歉疚 他有什么可歉疚的 他心里头 就是想着打打杀杀的 我要是再不收受他的性子 以后就没有人能管得了他了 臣住战机 叩请皇上圣宫安 好 真的 真的 皇上已经给孩子起名了 叫齐玉 谢皇上自明 你现在也不是孩子了 要当爹的人了 凡事要稳重 要多替孩子来考虑 是 那就从现在开始吧 不要老是惹你爹不高兴 娘 二叔三叔联合了马哈姆 打算从核桃地区直扑直立 若真为这孩子着想 那我们就不能坐以待毙 爹 您也不想看着孩子生下来 救过沙头流放的日子吗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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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快点 快 快 好 好 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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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子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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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看了您写的折子 即刻召见 你去离开 lands 最后再建议粮子 好 多叫什么 你封了 我 您都被赖了 我 もし能放置 我 快点 你帮啊 快点 还要说吗 爷爷要是在酒泉之下 知道国家分裂了 怕是会从棺材里爬出来吧 皇上 爹 您到了地底下 爷爷不会原谅你的 你也不会 对 对吧 原谅你不是我的事 但是这一仗我一定要打 宣旨吧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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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求战 轻狂任性 拙 皇太子即日启程 赴南京读书养性 不奉旨意不得回朝 以示惩戒 钦此 还不快谢恩呢 皇上 皇上 太子爷 您就先接了旨吧 皇上 臣 朱瞻姬 令指弦 皇上 这 皇上 兵部尚书文华阁大学室 是杨氏齐拜 参见王爷 杨氏齐 你怎的不跪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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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哥老 老 问你话呢 你当了我朱家的官 连朱家的规矩都不懂了 到这儿来 我不知道该守谁的规矩 依着朝廷的规矩 哪个王爷敢自行其事 武力对抗朝廷 看望自己的规矩 我刚来还不知道 我大哥那儿 就是养了一堆好嘴 行 那咱们先不说规矩的事 你告诉我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皇上派我来拜会王爷 他现在这样处理 你们可满意了 于谦已经下狱 太子被贬到南京 我是罪魁祸首 皇上派我来到这里 听凭王爷处置 可我为什么要处置你 挑窝宗室 祸乱朝纲 王爷给定的罪啊 我说错了吗 老爷子驾崩不会一句话都不留的 你告诉我 你们打的什么鬼主意 你实话实说 我好安排你上路 王爷也知道 我是从太子府出来的 先帝驾崩前 宣我到榆牧川营中伺候 这不是缴诏吧 他驾崩得突然 当时生怕军队混乱 犹太孙护送大型皇帝返京 害怕二位王爷误会 有些过激的举动 结出自我的筹划 我人已经到了 王爷要是气不过 如何惩戒 欺听尊便 杨阳阳 你真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我手下如果有你这样的大臣 我会放在手心里当宝贝 可是老大就这么把你推出来了 你不觉得寒心吗 哪有人 刚替人卖完命 就被拉出来当替罪羊的呀 杨阳阳 你跟错人了 你也不许可怕 不对吗 王爷 是我向皇上要求 自己来出使的 王爷兵威大振 天下动荡不安哪 皇上想求何 是有诚意的 仅仅因为我一人 让天下饱受刀兵之苦 何苦来呢 王爷兵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押下去 等我想清楚了告诉你 老大昏会了 竟然把杨士奇一向的人送来 以后还有人替他卖命吗 杀了杨士奇 这番还糟不糟了 咱们不是要庆君策吗 不用等你去 人家给你清完了 胡伦各的脑袋送到你手里 你要继续打下去 那就是写明了篡权 不打了 就这么回北京 那些跟着咱们 骑士的大将士兵 能把咱们两个活活死了 这他妈是造反哪 还是国家家呀 老大真因哪 把心眼都用在对付兄弟上了 请 太子爷 这是从永乐元年 到永乐二十二年 兵部往来的全部军宝存档 这一部分是赴税 这一部分是赴税 这一部分是马正 这一部分呢 是征兵 这一部分是战士 这一点我先前还真不知道 真让您给说着了 不只是您没来过 许多人 还不知道这个地方呢 当年皇上 还是太子爷的时候 偶尔也过来坐坐 查阅一下资料 您看您还需要什么 除了我 没人更懂了 皇上想让我看哪些书啊 全读 好 去给我拿点酒来 好的 对 皇后 皇上刚服了药 睡一下了 我在旁边守着等他醒 是不是你们这些混账东西 给他出的主意 奴婢哪敢哪 皇后 这一字一句可都是皇上 瘦长得来了 皇上 你是昏溃了吗 把儿子便到南京 于谦下狱 杨士奇送死 听说你还要 他们就要京师 我也可以让给他们 皇上 你糊涂啊 他们哪是清军策 他们真是抢皇位呀 你现在这么忍让 别人都会说你 连自己的内阁大臣 都舍得出去 到时候谁还敢支持你呀 他们到时候再得寸进址 要儿子的命 你给不给啊 老爷 我 时间不多了 你 替我写封信 问问他 书读得怎么样了 写个折子上来 你呢 现在这南京城 对于我而言 倒像是个聚宝盆 晚上丢进去一点忧虑 到了早上 就变成真的了 皇上 答应汉王要让出北京城 我想这就是一个权宜之计 战败已成定势 不出意外 皇位真的会让出来 可汉王和赵王他们能知足吗 不会的 我猜他们下一个要求啊 就是要我的脑袋 就是不知道皇上什么时候给了 皇上怎么会 答应这样的要求呢 太子多虑了 你们二人陪我被监禁在这儿 没有蜀官没有军队 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日益强大 咄咄逼人 就算皇上幻然醒悟 朝廷也没有实力跟他们决一死战 知道吗 有人劝我赶紧逃 去交旨 或者干脆隐姓埋名和建文一样 当个和尚 当和尚 真当了和尚 就可惜了你们二位了 别瞎说了 你看你把她给吓的 太子妃现在是有身孕的人 就算是为了肚子里这孩子 你也绝对不可以有顿世之相 我能给这孩子审吗 我能给这孩子审吗 就剩一个破败不堪的国家了 太子爷 太子爷 我给你带了个人来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见 谁呀 不管 你愿不愿意见 我觉得你最好能跟他谈一谈 太子爷别来无恙 他来做什么 你们慢慢聊 好 在你眼里 皇上是什么样的人 我爹是什么样的人 不用你告诉我 若微写信 让我到南京来开解你 我本早就应该到 只是我手上有一些有趣的差事 我花了一些时间把它搞清楚 幸好没有耽搁 别卖关子 有话直说 江苏最精锐的一批部队 最近一个月都换成了运粮兵 分批开赴徐州 官宁骑兵三年一轮休 这次伦修下来的骑兵 在核桃地区换了房 迟迟未归 皇上把太子爷安排在南京读书 想必也没那么简单 一来 是要安天下人的心 绝不掀起战断 二来 是要让二位王爷 先生娇慢之心 皇上是绝对不会 也没有精力去做评判的事情 这其中的深意 太子爷是明白人 应该能明白 这是我手抄的一份 兵部军队调度的 奏折笛稿 这份奏折是我呈给朝廷的 可朝廷不听我的谏言 这份 抱头挨打的局面没有改变 叛军一过怀西 江南七省非我所属 那么好 太子爷认为 当今朝廷谁能领兵去平叛 可胜汉王的大军 圣康大将军 平安大将军 还是英国公张府 你少在这儿明知顾问 朝廷老的老 小的小 无将可派 那太子爷自己呢 这样的局面 将来太子爷继位 敢掀起战端吗 我宁可战死 不愿苟活 太子爷身系国家清延战死 国家破碎 百姓遭殃 你 你何以对大明列祖列宗 何以对若微 何以对我 何以对杰勒 何以对杰勒 是我钻牛角剑了 请徐兵兄赐教 我官此行事 汉王强悍 国家退让 叛军日益嚣张 各省藩王战战兢兢 但未必便肯臣服 谁会喜欢上头是一位暴君呢 我求太子爷写一封守信 去齐王楚王 秦王岳王家当一次说客 信的内容 要客气 要恳切 周公图补 天下归心 宫心为上 宫心为上 这是一步好奇 我即刻就写 说吧 要我赏你点什么 我身无常物 要力有何用啊 按我们的约定 太子爷将来继位 我便息刑 终身不履故土 只求善待如为 不行 朕得赏你 待朕驾崩之后 你方可回来 骨埋西刺之地 多谢 多谢 太子爷 皇上有旨意 太子爷 是 说吧 什么旨意 皇上让我来 不用吞吞吐吐的 是不是 要废了我这个太子啊 怎么会呢 他能把北京城 让给汉王和赵王 废一个太子有什么难的 话不能这么说吗 杨世奇还活着吗 活着 被扣押了 你也参与了 怎么没有承办你啊 降职留用啊 皇上 身体如何 皇上命如悬丝 只在朝夕之间了 你 松开 松开 太子 我来 是要告诉你 皇上说他 是死是活 你都不能回去 你在 局面不管有多烂 有太子也能够收拾 你在 江南七省的王爷 都不会动 皇上说 他跟你 父子一场 你是有什么要说的 就赶紧写给他 太子 太子 太子爷的折子到了 请皇上御览 皇太子朱瞻即奏报 儿臣三寇九拜 与父亲抬前叩首叩首 愿父亲大人身体慷慨 可容儿臣赎罪以万一 女儿 回想我自爷爷驾崩之日 离权谋进 离正道远 刑事只问厉害 不问是非 为君之道实则一无所致 怎堪丹此神奇 与此 深恶往日种种是非 不由汗流加倍 坐卧不安 二王作乱时 我确实未能考虑周全 此战 于国家而言 绝非响找 不可耗勇斗狠 当徐徒谢之 以仁义昭示天下 以形式化解戾气 备而不战 所谓伤 而下 宫心为上 室恩于天下 可置必胜 我深自后悔 日常骄狂自以为是 不能常在父亲踏前 悔之无疾 我在南京时常翻阅 永乐义朝的存荡朝报 颇为惊心动魄 二十二年间 爷爷的伟业大则大矣 于今之时 当世仁正 凭争端与民修习 千古王徒霸业 乃时势所造 非滋滋以求所能及而 关内关外 巨氏一家 四海天下 皆为兄弟 天若假我十年为君 必效法父亲 以百姓之心为己心 以百姓之念为己念 后世人皆知 我父子之两朝为千古志士 而不知 我父子为何人也 书不禁言 不能于他前侍奉 替死横流 五内如焚 儿臣朱瞻姬 叩首在外 皇帝驾崩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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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报 我军前锋已至济南城下 报 红衣大黄营地 已经展开 进入作战地点 报 判军前锋向王挑衅 两次击退 报 报 宁远骑兵已到达出战位置 了臣这营吧 叛军已经开炮了 一会儿找个人 把这封信 给我二位叔叔递去 都什么时候了 皇上 还要劝下 当年先帝把京师让给他们 他们都不会满意 是 有何不妥吗 两军对垒 一仗为大 我怕汉王和赵王轻视我了 被轻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再说了 杨世奇还在他们手里呢 哪位愿意替朕当这个信使 把杨世奇带回来 皇上 叛军前锋几次挑衅 神经营打头阵吧 今天打不起来 皇上要劝降 这样的差事 自然是我去 我知道你不怕死 但真怕你死 搭进去一个杨世奇 已经够抢了 我去 这儿嘴最巧的就是我 你敢跟我争吗 我 他们如果反悔 你就投降 这是朕的旨意 上 你 你倒挺清闲啊 那小子兼具不出 我能怎么办 他带的军队都是杂半 又是官宁兵 又是神经营 连配合都做不好 你过航河 袭击他后方良战 只要他军心一乱 露出缺口 咱们就能挥尸把他给灭了 你要是早听我的 咱们已经在徐州了 进退都有余地 现在可倒好 挤在乐安这个小地方 什么都施展不开 我哪知道老大说死就死了呢 他要把北京城让出来 你跟我说 保存实力逐步加压 这不都是你说的吗 你还告诉我 咱们端午节的时候 在北京喝酒呢 要是老大再晚点死 咱们现在真的就已经 在北京喝上酒了 不过现在也没什么怕的 楚王和齐王都站在我们这边 你让江苏的军队 袭击他后方 把他赶到黄河里为王吧 好了 别生闷气了 好 日后我听你的主意便是 楚王那儿我还是得去一趟 这狼崽子这一次赶来 还真是让我吃了一斤 难道他不害怕吗 咱别打了一辈子鹰 你让鹰叼了眼 你告诉楚王 天下打下来 两江地面我都给他 如果他有什么三心二意的 我第一个会是灭了他 王爷 军报 是 军令官 在 王爷 吊三千营 穿阮凯 用短刀和短弩 备齐火种 马蹄包布 二更天交兵 去吧 是 可信吗 老三 别人替你卖命 是因为你永远不信任他们 他们怕你 可别人替我卖命 是因为我相信他们 视他们为心腹手足 给我送信的这个人 他以前在我的清兵队待了十年 后来嫌我升迁慢 跑去抱了太子爷大腿 可我也不怪他 后来他儿子在我营里战死了 这十年间我没少给他家送钱 他现在要拿太孙的人头 给我还个礼 我哪儿好意思不要啊 我看你也别去了 回头我拿了太孙人头 香金包银 送去给你装酒 算了 我消说不起 我抓紧去楚王那儿 不管你赢不赢 稳定住长江以南 咱们还是进能宫退能数 三千营不够的话 你再多带点人 快起来 起来啊 敌人来了 快快快快 是 皇上 敌军夜袭 快走 快走 他们是怎么冲进大营的 快走 快走 大船子 进来可好了 胡佳 你要去哪儿啊 大船子 别跑啊 大船子 打倒我 大船子 打倒我 驾 驾 驾 快走 快走 你 快走 你 你 肯定 嘻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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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啊 跑啊 咱们爷儿俩还没好好比试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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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杀了我 将来你到地底下 怎么跟爷爷解释 老头子杀的人多了 到地底下他自己的麻烦都忙不过来 哪儿还顾得上我们的事呢 小子 你是不是要哭了 啊 小时候我一捏你的脸 你就哭个没完 还尿我一身 那个时候 我就该把你捏死 你啊 啊 哈 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